美國總統奧巴馬說 上個月密蘇里州佛格深圳一名白人警察開箱殺死一名無武器的黑人青少年 所暴露的對執法部門的廣泛不信任正在侵蝕美國社會 奧巴馬星期六在華盛頓參加國會黑人議員小組晚餐時說 這種不信任感影響到那些最需要執法部門的社區 令那些成為犯罪受害者更需要強力警察保護的民眾不願意向警方報警 因為他們可能不信任警察 奧巴馬說這些年輕人的死令到全國醒悟到 在很多社區、地方居民和執法部門之間存在巨大信任洪溝 被槍擊致死的布朗父母參加了今次年度黑人議員小組晚宴 他們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說 他們對佛格深警察局長幾個星期後在上星期的道歉不以為言 他的父親說他更願意看見槍殺他兒子的警察被拘捕